从信圣贤 未有不惑圣贤之报者 这一句话解得好 也是迷离我们 我们要从尽 信仰圣贤人的教会 什么是从尽 什么是信仰 总在一教奉行 我们才能够得到 如圣贤所说的真实国报 第六十集一句 清临道德 主节一开端告诉我们 世间道德之人 哪些是道德之人 如读书名离之儒素 儒家 刻苦修行的森道 这是有道德之人 这么换句话是 道是明理 德是能将它所明之理 落实在生活上 叫德行 下面说 因为法则 行为开目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学为人私 行为示范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道德之四 他们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是为社会 是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所以说 超等 出来 他们超约 一般普通人 从哪里超约 普通人 齐心动念 没有不为自己 心量则晓 道德之人 心量广大 在佛法里面讲的 法菩提心 行菩萨道 无论 我们现前 是什么样的身份 是从事 哪一种行业 都要懂得这个道理 都应当 要修许 所以心要大了 音语尝诗 量大 复杂 人人都需求 大佛报 大佛报 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啊 新人的教诲 叫的太多了 而是我们俗获了 也常常听 甚至于自己 也常常说 说了 听了 没在意 没有在意 没有真正 把它放在心上 没有真正 把它放在行为上 所以 殊胜的果报 自己得不到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